今天很高兴 我们佛门网 请得安徽宏愿寺的主持 郑重法师 替我们做一个访问 法师主持的是安徽宏愿寺 是专门弘扬净土宗的 而是宗旨是一子三道大师的 那净土宗有十三位祖师 为什么特别推崇唐代的三道大师呢 而且那个晚清民国时期的 阴光大师也是特别推崇三道大师的 说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请问三道大师的思想法门 有什么独特之处 为什么说他是最能代表 阿弥陀佛的本怀呢 请法师解释一下 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啊 问得非常好 往往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提问 探知到他的智慧深浅 在《无量寿经》里边 释迦牟陀佛就赞叹阿难尊者 说他是发生智慧 真妙辩才 就是这个问题 它会展现很多的方面 那刚才提这个问题啊 确实对净土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宏愿寺呢 当然就是一只善导大师 当然按照一般所讲的 我们净土宗有十三位祖师 那么为什么特别推崇善导大师 在一般人的认识当中呢 觉得十三位祖师都差不多 我们都应该平等尊重 当然这个认识也有它的合理性 那现在特别推崇某一位祖师 他的姻缘怎么样 理由在哪里 那我想呢 这是因为对 这个净土宗的法脉来源 还有各位祖师的贡献 还有这个一些历史姻缘啊 不太了解 才会形成等量器官 那么在经中说啊 众星月为罪 众水海为罪 这是两个比喻 就是说天上的群星虽然璀璨 但是呢月亮才是它的首领 最明亮的 就好像说众星捧月 那么江河的水虽然都很大 但是海呢 才是水里边的极大成者 那如果以这样来看 我们净土宗的十三位祖师 其他的祖师可以说就是众星 而善导大师呢就是月亮 其他的祖师可以说呢 犹如江河一般 而善导大师呢 就像大海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推崇 善导大师的原因 那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呢就是实德所归 就善导大师啊 他特别受推崇 并不是出于一个主观的爱好 他是客观上 他有这样真实的功德 所谓实德所归 归于这样一位 大德 这样一位呢 祖师 那么简单说几点 比如善导大师呢 他是净土宗理论的极大成者 这个理论的极大成者 相当于什么地位呢 相当于什么一个角色呢 就好像儒家里边的孔子一样 那孔子前面虽然有 饶寻 乃至文武周公 但是孔子 其实是儒家理论的极大成者 那我们净土宗前面也有总师 但就理论来说呢 善导大师 是我们净土宗理论的极大成者 这么一个地位 那同时呢 他是我们净土宗的实际创立人 就说 没有善导大师 可以讲就没有净土宗 有了善导大师才有净土宗 就好像天台宗的智者大师 他是天台宗的开宗祖师 那么天台宗呢 是以法华经开宗的 如果没有智者大师 法华经仍然是有 那么对法华经的解释 修学仍然是有 这个法能还是存在 但是就没有天台宗了 比如三论宗的极藏大师 他也有解释法华经 还有很多大德 也都有解释法华经 但是天台宗是没有的 就是各有各的解释法 那么净土宗也一样 净土宗虽然是以净土三部经 来建立宗派 但如果没有善导大师的思想 可以讲有净土法门 有念佛法门 但是这个宗派 完整的有系统理论的净土宗的宗派 他的这个就有人就有疑问了 所以即使在近代也有人在怀疑说 净土宗到底算不算个宗派 比如说近代的汤英彤 他就认为 这是因为不了解善导大师的思想 如果一般的看法起来 站在中学的立场上 严格的严谨的 中学理论 中派理论的立场上讲 因为显得比较波杂 但是有了善导大师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是净土宗实际的创立人 这是从净土宗的理论贡献 那么从他的善导大师个人的修正来说 他是实际上修行两种三昧的 就是观佛三昧和念佛三昧 那我们十三昧祖师 其实历史上明确记载 得念佛三昧的并不多 慧远大师 他是有修观佛三昧成功的 他一生有三次见阿弥陀佛像 当然也就三次而已 但说出来是三次 那善导大师 他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在他人在世 传记里面都已经记载 二十几岁已经正如三昧 这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他观佛 到极乐世界 那是好像很轻松平常的事情 所以这两种三昧 他都是实修实证的人 而且不仅善导大师本人这样 那么我们根据传记的记载 在他当时的时代 就受善导大师的教化影响 他的弟子正如念佛三昧的 都是不可计数 就这样一个号人物 那是不可相比的 怀感大师就是他的弟子 历史也明确记载 正发念佛三昧 那这是他的 证物上的贡献 这个证物的深浅 那在化他 教化众生这一方面 善导大师的感化力 也是无人可以相比的 所以说他是 侍女规则无数 甚至过了这千年之后 历代祖师都非常的推重 养代大师 而且是中国人 外国人 不能古今中外 一致推养 这个是他的有这种德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推重善导大师 也是一个大势所趋 什么叫大势所趋呢 就是佛法传到中国来 它有一个总的发展趋势 这种发展趋势 就是所谓的八宗归净土 诸宗会归净土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它一个最鲜明的特色 就是形成了宗派佛教 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那么在隋唐时代呢 达到鼎盛 八宗并利 在这之后的时间当中呢 各宗都会归在净土法轮当中 这是一个佛教的总的趋势 那么这个总的趋势 对我们现在来讲 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八宗病红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有高人 佛教鼎盛的时候 就好像佛教这个大厦 它是有八根柱子 给它撑起来的 现在到了今天呢 已经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 大家也知道 整个佛法来讲 相对比较衰弱的 也就是说其他宗派 虽然也还有在大德在弘扬 但是就当生解脱 比如说你参禅开悟 大车大悟的人 那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没有了 那跟唐宋时代那没法比 那不管是天台 华言 为时三论禅密等等戒律 那这些呢 尤其的显得衰弱 那么就我们众生当代解脱 大家都是仰靠着阿弥陀佛的愿力 求生西方极力世界 在这种大的趋势情况下 那么净土宗 就像刚才讲的 现在原来八根柱子 现在靠你一根中柱 那你怎么样 你这个柱子 一定要更加的监视起来 那就是说 净土宗本身 他要有一套独立的 完整的 系统的理论 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 能够旁设 就对八宗会归 这个历史的形式 他能够吸纳 那么如果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话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 思想体系的存在 而且也有这样的一个 代表性的人物 那这个呢 就是上大大师 我们推崇他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三点 就从我们法门 本身发展的需要 弘法的需要 也需要呢 特别推崇 上大大师的思想 因为我们净土宗啊 他这个祖师的确立呢 时间比较晚 是在南宋的时代 佛祖统计当中的 制盘法师 前面嘛 还有宗小法师 那离开 出祖 慧远大师 已经有了八百年 那么当时 推力祖师的 标准 他以什么为标准呢 他并不是按照法脉传承 这样的关系 他是一句说呢 一代 同修敬业 功德高盛 就时间不管 早晚都不论 你隔了一代 隔两百年三百年都没关系 他的标准 就同修敬业 只要你是 都是修净土宗 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就可以了 也不论你原来是不是修禅呢 你还是天台都不管 那么只要你功德高盛 就说教化众生 很有影响力 这样他就有可能推举为祖师 所以他这个好处在于呢 有很多弘扬净土的大德 即使他宗的也可以成为净土宗的 那么就旁设诸宗啊 会归净土 这是他的好处 那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净土这一脉的 法脉传承关系不清晰 所以以至于到后面的人 就感觉到难以一个标准 就说你 因为这些祖师大德 他的思想是有差距的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 那么善导大师思想当中呢 就是凡夫往上暴徒 这种思想是善导大师的一个根本的特色 而且也是在当时唐朝的时代 破斥诸宗对于净土的解释 叫凯定古今 那么当时呢 主要有三种 一个呢 就是近隐私的慧言法师 再一个呢 就是三论宗的吉藏大师 另外就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 包括还有家财啊等等 这些呢 对于净土的认识不一样的 比如认为净土是化土了 或者认为是凡胜同居土了 或者认为有化土也有暴徒了 那么善导大师呢 就认为凯定之后 净土就是暴徒 几日世界 那么凡夫呢 直接入暴徒 但这种思想讲起来 需要一点时间 那总之就说 以天台的教理呢 是四土往上 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 就是四土往生 就是凡夫 你只能往生到凡身同居土 可是善导大师想 就是凡夫呢 直接入暴徒 那这样的话 在解释是不一样 我们后来的人 你到底以什么为标准呢 又以什么为 只有没有标准了 在你修学的利益 目标 还有方法上面 这个让后人呢 就比较混乱 当然在这之前 人的根基啊 还比较猛利 智慧呢 也比较相对的通融一些 可能还这样的矛盾不太突出 那现在呢 就更加的突出一些 另外一方面呢 就说我们这13组也好 我们就讲13组 有没有一个系统 能够把它 一脉贯穿的安利起来 如果有的话 这个净土的宗派 就能够成立 就能说得通 如果你没有一个 一脉相成的思想 这个不仅修学不方便 那么说这个宗派来讲 也确实让人起疑 可是如果以上到大师想以后呢 刚好13组 就可以有一个系统的安利 因为上到大师的思想啊 它分为在净土门之内呢 它细判为药门和宏愿 那么所谓的药门 就是方便导入专修念佛的 不论你是哪一宗哪一派 你只要是 引导这一派学人 甚至呢 注重刑法 归入净土 它就算入药门之内 但也算在净土门之内的 一个分叛方法 也是净土宗之内的 本身的这个组织 所以它这个系统啊 它非常的圆融 那如果以 要么和宏愿来看 我们整个13位祖师 你就可以把它划分为两种 就是一个就是善导大师 专门以弥陀宏愿 突出弥陀本愿力这一方面的 比如说善导 谈卵道措 但谈卵道措 韩米利十三组之内 像这个 陈远 法兆 邵康 乃至近代的 阴光大师 那么其他的 像廉池 偶艺啊 彻物啦 醒安大师啦 有名大师啦 慧远大师啦 那么都可以算药门 那药门跟宏愿 它是一体的 都是净土宗 它是引导 诸宗的人 或者定善修行的人 散善修行的人 圣道法门修行的人 归入阿弥陀佛 宏愿 他力救度法门 这样的话 它整个系统就能很完整 那我们整个净土宗 刚好善导大师 他这个叛教系统 特别的圆融 而且让大家都有安利 如果你选择另外任何一个人 比如说你 你不管哪一位 廉池大师也好 偶艺大师也好 他没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叛教 来安利这一位 这个历史的一个公案吧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呢 也是一个法门上 需要统一的声音 统一的一个教理 让学人有一个方向标准 那这样呢 善导大师突出出来 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同时就我们这个时代来说 这个时代的众生啊 更加的 应该说分别念更重一些 烦恼也能更重一些 不像过去 甚至在唐宋时代 农坤时代 那么相对比较安静 那个时候呢 按照自力修行啊 或者修行达着某种功夫啊 念佛啊 自他而立啊 还是成就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呢 我们可以讲 以我个人的感受 离开善导大师的教法 对于往生也觉得非常困难 而如果了解 善导大师的教法 那往生啊 如握左劝 那是镇定之夜 百分之百没有含糊的 虽然他也特别适合 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根基 那我们红法需要 就要把它突出出来 这是第三点 接下来呢 想说明 他也是一个因缘 就这个因缘呢 因缘所限 就虽然有这样的一个 时代大师所缺也好 时代的要求也好 但如果没这个因缘的话 这个展现不出来 那刚好在一百年前 就善导大师的著作 从日本回归到本土 这样我们才能系统的了解 善导大师的思想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么一份法的因缘 而 因为善导大师 作为净土宗的祖师 历来都是认可的 为什么到今天 把它突然突出出来 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因缘刚好 而且这个著作显现出来了 大家呢才能够完全了解 净土宗是怎么一回事情 刚才法师也提到了 净土宗从善导大师以来 一些发展 但是这个历史背景 对我们现在认识的净土宗来讲 还是比较混乱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 净土宗好像善导流的 一些传统在中国国土里头 好像有些碎落了 然后近代就是应该是 民国时期 或者是晚清民国时期 杨仁山居士 从日本把这个善导大师的经典 再传到中国来 这方面可以请法师再多讲一些 好 是这样 我们中国人向来对善导大师 很推崇的 历史以来都认为他是弥陀化身 而且我们中国的净土宗 也都是专修念佛 这两点 特别专修念佛 都得益于善导大师的 教化的恩泽 但是很遗憾的 善导大师的完整的著作 在我们中国并没有完整的传持下来 如果就现在的文献来看 善导大师的著作在中国流传下来的 只有一本 就是《往生理在》 而这本书呢 它是在唐朝的时候 至深法师 收集在《集诸经理颤仪》 这本书当中 那么这本书其实呢 并不怎么流通 也没怎么普及 所以大家知道的人并不多 但就是这一个 也对我们整个净土宗的教法 还有专程念佛 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因为这本书它主要是讲 其中前序当中就说到专杂的分别 专修念佛呢 就有四德 杂行诈修有十三十 叫四德十三十 四德就是 与佛本愿 这个无外杂缘得正念故 与佛本愿得相应故 顺佛愿 随顺佛语故 不为佛教 对这种 他的专杂得实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其余的著作 在中国就失传了 那么失传的具体时间 我们难以知道 那大约呢 应该是在 唐末 五代之后 因为唐末啊 像这个会常法难 就对中国的佛教 有非常大的摧残 那么接下来之后呢 又是 五代战乱的时间 大概一百多年 民不聊生 所以很多的典籍在中国失传 包括最有名的天台三大部 天台宗的 甚至戒律宗的 包括密宗的 不光是净土宗的 就很多教典在中国都失传了 所以这样在中国失传 为什么知道失传呢 就是在 诸金的名录当中 还是有的 比如上道大师观金书 他有一个目录 有的 中国人知道有这本书 但是呢 失传了 包括立宗的 道宣大师的 就所谓这个南山三大部 也是有目录 但是没有书 那么这种状况 那如果看文献呢 北宋的时候 袁赵律师 他有写观金书 解释观金 其中呢 就引用到 上道大师的 玄义芬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北宋的时候 袁赵大师是看过玄义芬的 但是后面三卷呢 他都没有 都没有看到 所以总之大概这样的时间 这些著作在中国就失传了 那么所以这样呢 你看 历代的净土宗的祖师 他弘扬净土 很少 就是没有 没有引用到上道大师的 袁赵大师虽然引用到了 但是袁赵大师这本著作 也没有流通普及下来 所以我们几乎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几乎就不知道了 在后来的人 要偶遗大师啦 廉耻大师啦 都非常推崇 上道大师 但是呢 著作里边 所引用到的就是 往生理赞这一段 为什么 劝专臣佛明 不愿众生修观 说啊 观想 众生失扬神非 灌难成就 这一段呢 廉耻大师有引用过 那么到了近代呢 这个历史姻缘 大概是佛陀连绵我们众生啊 这个时代 特别的烦恼深重 在一百年前 就有一段姻缘 这段姻缘就是 中国有一位学者 杨仁山居寺 刚好也是我的同乡 安徽人 那么他是一位大 这个宝学之人 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在近代 我们佛教的复兴 他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那当时呢 他是作为清朝的外交使节 到英国 在大英博物馆呢 就遇到了日本净土真宗的一位学者 叫南条文雄 那么这两位都是亚洲人 又都共同学佛 这就攀谈起来了 哎 一谈以后 哎呦 就谈到 因为他们都是学位很大的 就谈到这那古代啊 哪些书 就说了这些书的名录 那么南条文雄就说 这些书在我们日本 完整的保留 这个杨仁山一听就心里很高兴了 哎呀 这么多著作啊 就他就求之不得 那就约定好了 回来之后呢 就请南条文雄从日本 把这些书呢 都又请回到中国来 所以杨仁山为了这件事情 专门办了禁灵课情处 把他整个的家宅舍出来 作为佛法的事业啊 所以很了不起 然后他课的书的大概有三百多部 除了我们净土宗的 善导大师的著作 还有谈鸾 啊 道措 这都是传的 谈鸾大师的往生论著 也没有流传下来 嗯 像观经书啊 观念法门 波著在啊 法师在 这都心引进的 那么像刚才讲的 《律宗》的这些书 也都重新把它编排出来 这就是一段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国人现在看起来 觉得说 哎 善导大师想好像是新的一样 其实啊 它才是我们原本的 纯粹的净土思想 谢谢法师交代了 就为我们说明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发展 那我想带出来两个问题了 一个就是日本有传到这个 善导流这个传统的净土中 但是好像有我们中国人看 日本的佛教好像跟我们中国国土的 佛教的发展有一些不一样 好像跟现在讲的这个 纯粹的净土中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可能就是日本本土化的一些 发展的影响吧 这个是这方面法师怎么看 可以替我们讲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们夸人已经开始 接触到有这么一个主 怎么讲呢 这是正宗的纯粹的净土中 但是原来已经在因缘的关系 收拾了参合了其他中派的思想的 一些净土中 比如说天台中啊 那个禅中啊等等 就是资产方面可能 或者甚至于收行的方法上面 都可能跟纯粹的净土中三道流的 有些不一样 这方面那个不一样是在哪里呢 或者是应该怎么去理解 或者是怎么去矫正 或者是不需要去改变呢 好 关于第一个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纯粹的净土法门 善道大师的净土思想和日本净土教 它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这之间啊 日本的净土宗 他是完全从中国去的 然后在日本呢 有法人上人把他立宗的 所以他是特别叫偏移善道 也是一指善道大师 在这一点上面那是一致的 那接下来情况呢 日本它的净土教啊特别发达 在我们中国呢 禅特别发达 六祖大师底下叫一花开五叶嘛 这个禅宗啊 就唯一这个就分成五个制派 五个宗 其实在日本呢 法人上人下面就分了五流 那么其中后来逐渐发展下去 最大的几派呢 一个就是正西流 就是净土宗 再就是净土真宗 清卵上人这一派 然后就是西山净土宗 正空上人这一派 那后来还演变呢 有一个就是十宗 一变上人这一派 所以在日本 他的佛教净土的势力是很大的 很多都是念佛 但是他们共同呢 都依据善道大师 那如果说不同的话呢 他们就走得非常细 就每一个制派啊 走得非常细 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是采取这个态度 就说因为这个山净大师想在中国 是传这么长的时间 在日本经过八百年的沉淀 他有很多的细微的 就说他做得很细了 发挥得很细 也有他长处的地方 那么他们的每一个支流之间呢 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门户啊 特别清晰 就是我同样解释这句话 比如我净土真宗 就净土真宗一个系统的解释 然后西山也有西山的解释 这互相也有较劲的味道 当然佛法嘛 越较劲也没有关系的 你只要弘扬的突出就很好了 那么较劲是要表达 我是正宗啊 我是正规的代表了 净土宗的 他是要表示这么一个 所以他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越来越细微 那以我们今天的立场来讲 我们不站在任何一个 比如我也不可能站在净土真宗 也不可能完全站在西山 那我们倒是回归到本土 回归到善导大师的 本来这么一个状态 那只要是对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发挥的比较突出精彩的 我们都可以拿来用 这是我们的立场 所以这是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不站在哪一个具体的一个派 所以也不可能完全全盘的 把日本对善导大师的解释 你完全搬过来 搬过来在中国也未必适用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比较 当然我们不能说人家的长短 就是太细腻 太细腻化的话呢 可能在红法方面 就说一旦一种理论 过于的经验哲学化 细腻化 可能在红化方面不方便 那像刚才 我们这个就提到善导大师的主要思想 像我们近代 现代的慧经法师 我觉得特别有智慧 他提出四句话 那么尤其是两句话 完全把善导大的思想 把它归纳起来 成为本院称名 繁复不报 这两句话八个字 就说 这样思想在法人上也好 在日本净土宗的 这个大的系统之下的各个西派 是有这种思想的 但是把这样完整清晰的凸显出来 那我觉得非常的有智慧 让我们非常清晰 所以本院就说 迷途救度的一个原理 是靠迷途本院里救度 所以称名呢 就是救度的方法 凡夫是救度的对象 入报呢 是我们往生的处所 救度的利益 它非常的完整 然后又说到 平生夜城 现身不退 那平生夜城在日本来讲 是净土真宗比较强调的 那我们也拿来用 因为对我们净土的教法 确实有它推展的地方 在我们中国净土宗 祖师里边也有这样的思想 比如像 盈光大师 他说 未生极乐 已是极乐之嘉宾 那不就说平生夜城吗 你还没往生的时候 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 但是作为一个净土宗的 一个主要的特点 特色 理论上的建树 那日本这一方面 它发展的比较 发达一些 那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些引用过来 就是说我们和日本净土教方面 有同有异 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觉得 善道大师思想 回传到中国来 我们既不可能完全照盘全收日本人的解释 但是也不可能说 故作清高 把人家的撇在旁边不用它 那也没有必要 它解释的好的可以拿来用 这样的过程 我认为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需要有智慧的人 然后呢 就是这 打个比例 就是说 那也有人不了解这个历史因缘嘛 他以为说 你们弘扬的是日本的净土教 这完全相反 第一说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父亲 出国了 出国时间比较久了 这个儿子家里呢 说我爸爸可能死掉了 那结果呢 他就以为爸爸死了 然后就拿了一个牌位 对了 放了天天供上香 但是后来呢 爸爸又从外国回来了 那结果这儿子不认识 说那你是外国人 你从美国回来的 你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已经死掉了 这样 这样就不好了 因为他就是你父亲 我这个是一个比喻什么呢 那么上海大师离开 他的著作 离开中国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们虽然推动上海大师 作为祖师 但是对于他的思想不了解 那么到了日本做客 八百年或者多少年 那一千年 他又回来了 那回来了 他的著作回来了 就代表善导大师本人 他的思想回来了 我们要认 不能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 这就是你 就是我们的净土宗的祖师 他的思想是这样 这是一点这个说明 那第二点就对于说 善导大师的这种思想修行方法 跟一般所流行的 家有天台 或者禅思想的净土的教法 他的差别之处 那我想这个差别之处呢 主要来讲就是在于 纯和杂之间 就善导大师的思想啊 他是纯粹的仰靠阿弥陀佛 他力救度的 纯粹的彰显阿弥陀佛 救度的这么一个本怀 就是他是彰显救度的法 那么一般的对净土法门利 他也承认阿弥陀佛的愿力 也要靠阿弥陀佛救 但是不够纯 那不够纯在哪里呢 就是夹杂了自己的修行 我要修到某种程度 才达到了可以让阿弥陀佛救的标准了 我才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呢 有这么一点点 这个纯和杂的差别 那么就是有这一点点 可能像我们这样的根基就给吓住了 哎呀 那么这自力修行要达到什么程度 是要达到一心不乱 是要达到功夫成片 是要达到能够读诵大神经典 还要达住辅助烦恼 断烦恼没有份了 那么辅到什么程度 而我们有没有做到 这样心中就有很多的疑情 就是不能够取舍达到极点 不能完全放下 通声靠道 彻底靠道阿弥陀佛 那反而是呢 善道大师的这种思想 让我们能够彻底的安心 就说完全靠道 一旦完全靠道之后 你就会发现 啊 那个一些担心啊 是多余的 完全没有必要 是这样 那法师提到 善道大师的思想 回到中国国土 然后呢 就是有纯跟杂的分别 这我知道呢 那刚才法师也提到了 有个会员 晋慧法师 慧晋法师 慧晋法师 他是好像是在台湾方面 弘扬 弘扬 散道大师的思想 那香港可能还是 对这方面比较陌生 另外在国内就是 法师的弘扬寺 特别的提倡 散道流的这种修行 那可不可以再多讲一下 就是中国跟台湾 或者是海外地区啊 这个 散道大师传统这种 比较郑重的 这种 净土宗 现在的当前的发展 是怎么样的呢 嗯 当前的发展 总的来讲 还属于初级阶段 就是说 知道的人也不多 而且我们说 这是纯粹的净土法门 是这个纯粹的 纯正的净土宗 这是我们这样说 那还有人认为说呢 十三族的系统 可能是最纯正的 因为在接触时间 还比较短 那么 那慧敬法师呢 是最早弘扬 呃 善道大师这个净土思想 那也就是 三十年的时间吧 啊 所以 总的来讲 还在大家 共同了解当中 不过呢 呃 他的趋势非常明显 就是说 听闻了 善道大师教法的 都感到 这才是 好像 黑暗中 见到了光明一样 恐惧当中 得到了安慰 觉得有股清流 啊 让我们得到安心 所以他的发展势头 还是很快 这也和我们这个时代 完全相应 因为这个时代 大家看 这就是塌力的时代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切展现了塌力 比如说 我们要 过去送一个信 自己跑马 马腿的跑段 那现在你看 一个电话 你看 坐在网络上 你根本就不用动 马上就跟世界 连成一体 你出门过去 都是 坐轿子 走路 顶多骑马 那现在坐动车 坐飞机 你吃饭 穿衣 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仰靠塌力 也就是说 佛法所讲的缘起 这种塌力缘起的 这个现象 事实在现在 比过去体现的 更加的鲜明 每一个人 你靠 你离开别人 每一个人可以生活 就是在生活当中 完全都靠塌力 特别多 比那么民国时代 比晚清 比唐宋 那就是那个时候 老百姓都是自根自足 又是做农民 又是做铁匠 要过年的时候 要自己做糖 要自己打豆腐 现在什么都是 买现成的 那么这个环境 这所谓的 一暴的存在 它是由震暴 所反映出来 就是人心当中 为什么成为 这样的一个世界 是因为人心 期盼塌力 是不是 我们走路 便于自己走 所以我们发明了车 那么这种心态 所以一暴 随着震暴转 才转现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种状况 代表在修行这个领域当中 就呼唤 他力救度 这是必然的 人们不愿意要自力 我们就是这个事实 已经显现出来了 不管任何事情 已经显现出来了 那么在佛法修行当中 所以呢 圣道法能靠自力修行 这样的宗派 在这个时代 可以讲市场 是越来越弱 根基能相应的人 越来越少 这个大势所趋 我们讲大势 这个大的趋势 你要看到 它是净土的时代 所以在经典里面也说了 当来之事 精道灭尽 众生啊 都没办法靠自力修行了 净土法门 这一宗特圣 所以现在你看讲中国 一居阿弥陀佛 几乎是佛教的代表 你不管就禅宗的寺院 你像大陆上的讲来讲 沃隆斯啊 这个什么 高明寺啊 这些都是禅宗 自力修行最浓厚的道场 但是里面一定有念佛堂 没有念佛堂 那是不能成为道场 而禅堂里面做禅的 也没有多少 也不能坚持下去 所以它是个大势所趋 感谢法师这方面的开始 刚才法师提到了 这个智力跟塌力的问题 还有对当前 现代环境的人 现代的众生的 红阀的 解影的方便 那下面第二个部分 我们再专门谈这个 现在第一部分 就在这里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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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